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 已经相当清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M经济年度人物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014年12月25日 我台新闻频道报道了 南京居民家中自来水中减出抗生素 其浓度要比自然水体高出上万倍 再次提醒世人 对医药生产企业垃圾排放的关注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对这样的污染事件深恶痛绝 因为这些工厂肆意排污 导致地下水空气都受到污染 严重威胁附近地区居民的健康安全 不久前 我们的记者在河南南阳镇平县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里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 城郊厢的大流营村 当我们走到这个村庄的时候 发现几乎家家户户 都是大门紧闭 这一家甚至开着重重的音响 自己在家自娱自乐 也不打开大门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位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村没有一点生机 不敢开门 不敢开窗户 十年前农闲时节 村民常常会出门唠唠家常 现在这种情况几乎看不到 因为如果遇到风向 往他们这吹 站在外面 人就几乎出不来气 即使是天天关着门 大流营村的村民 还是深受其害 村民告诉记者 生活在这里 他们感到特别憋屈 每天从早到晚 从黑夜到白天的污染 让他们根本无处躲藏 而尤其让他们担心的是地下室污染 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的地下水是咸的 这让他们感到害怕 这种情绪 在附近一些村里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镇平县城郊厢的汤庄 记者再次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这里的村民们表示 因为村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 他们不敢吃这个水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这位村民专门回家做了实验 还要求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李明璋说 自来水是要收费的 为了省钱 现在他们村许多人家的院子里 还留着一口水井 但这些井水 他们是不喝的 只是用来洗衣服洗菜什么的 因为他们对这个井水的水质 很不放心 当着记者的面 李明璋添了半锅水 当场烧水 做实验 不一会儿 李明璋烧开了水 他特别解释说 根据经验 这个水烧开后 只要稍微沉淀一下 就能够看出来不同了 这一圈在这一圈里 这一圈白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李明璋烧开了 那是这一圈在这一圈里 吃一圈一圈一圈 你都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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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擦 这一圈里面 这一圈啊 每回烧都是这样 李明璋说 这锅水仔细看 上面不仅仅是一圈白 还有一层油 下面还有一层白渣子 随后记者尝了一下水的味道 又过了一会儿 李明璋老汉 用刚才烧好的水 又刷了一圈锅 这一刷不要紧 锅里的水更是浑浊不堪 那么村民们的地下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此村民们表示 这与旁边的药场有关 药场离你们直线距离有多远 远远离 provincia 大家好 村民告诉记者 距离他们村 只有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是一家名为南洋普康药业有限公司的企业 这家公司在南洋市和镇平县有两个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抗生素、生物生化药、制剂等产品 村民告诉我们 这个药厂对他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对于药厂的污染 他们难以忍受并多次举报 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现在村民们为了保证下一代的安全 连生孩子都不敢在村里生 在调查时 村民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情况 在这家企业的附近 有个村子曾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母猪养殖村 但自从有了这个药厂之后 这个村的养殖业就维持不下去了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 药厂的污染给村里带来很大影响 不止水是咸的 连以前种的很好的庄稼也慢慢枯萎了 村口流淌了千百年的河水 村民们现在也不敢碰了 因为现在一碰这个河水 身上就会出红阵 一样难耐 这在以前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这个药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污染呢 一位村民将记者带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告诉我们药厂排污的秘密 这底下是一个岸道 没有水管的 没有下这个管的 这水这色 你看这水都是这个样的 你当过去那外面消了的时间 在这个大岩台里头来水 喝嘛 热 烫一下 啥都有 你说这个沟吗 这水 这水最后流哪去了 这沙子收了里喝 一半一半 他那天天都是这样流 天天都是这样流 白天也流 晚上也流 他都没人管 去管 顺着水流的方向 记者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河沟 村民告诉我们 这就是药厂通过岸道排出来的 在这里来灌一瓶水 看一下 这周围都是淤泥 淤泥 我拉着 你跟哪边拉着 没事 我在这灌一下 这个水的颜色应该是 黄绿色啊 黄绿色哈 嗯 放下来 我 来味 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 随着举报的次数增多 现在他们的排屋口挖得非常隐蔽 而且排放污水时没有规律 一般情况下很难被发现 听谁说的有药厂往里排 压 这别是菜整天人都知道 嗯 嗯 全天人都知道药厂往里排 都喝过这个药厂 什么的 压关了 那大约上去 制药企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 要使用的原料种类非常多 而且数量很大 产生的废水 废气 废料的量也很大 这些都是垃圾 这样的垃圾排放物成分复杂 如果不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 就会给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久前 我们的记者接到群众的反应 在平鼎山市平煤集团六矿区西大门外 有一个加工厂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东100米处的 百树林防洪沟内排放白色泡沫和红颜色的污水 每到刮风的时候周围那刺鼻的气味 总呛的人透不过气来 对此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 2015年1月初 记者来到了平鼎山市平煤集团六矿区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占地大约十多亩的工厂 令记者感到奇怪的是 这个工厂大门紧锁 显得很神秘 那么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记者一连打听了七八个村民 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知道 而且说话的神态显得非常小心谨慎 在记者的再三打听下 有位村民道出了实情 按照村民的说法 这应该是家制药厂 但奇怪的是 这个大门紧锁的制药厂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门牌标志 无论从哪个位置看 你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关注 因为它有大门 有前门 有后门 前门 后门都锁了 对 它里面照样有空 我身后呢 就是这一家制药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选址 确实是非常的隐蔽 我右手边是一大片坟地 左手边是一个大的垃圾厂 所以一般的人很少会注意到这里 那么这一家制药有没有排屋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在这个工厂的后面 我们看到有六根粗细布等的管道 直接埋进了地下 而厂区外的味道也非常的强人 肯定是臭味道 这个它那个管道分析 那边那个管道肯定是往这里排 这一条 这两条肯定是往那边 这个看得出来的 这都是直排的吗 我们顺着其中的一条管道 在离厂区二十多米的地方 看到了村民们所说的大水池 它这个 就是那个药 好像那个药 药成分 沉淀了一样 它不是说那个土啊 土的颜色也不是这样 是 这一片 你说这污染都挺大的 没人管 地方太偏嘛 它这个地方因为偏僻的 谁也防不当 记得随手扔进一块大石头 瞬间水池里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五颜六色 那么这些水最终会排到什么地方呢 在调查时记者发现 这个排屋的企业没有厂名 十分隐蔽 生活在周边的群众 甚至都不知道 这家企业是生产什么的 而更令记者诧异的是 这个药厂竟然是建在垃圾堆的上面 我们沿着这个新洼的排屋沟 走了没多远 就看到了柏树林的防洪沟 这边应该就是他们旁里面流出来的 能看出来 对 这个看得出来 我们这颜色你看 上面留的 从山上留下来 有水看得 是轻的 稍微轻一点 这个颜色的是 有点花黄 晚上牌全部是黄色的 白云峰 机械工业环保标委会 顾费分标会主任 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 对于医药企业的排屋现象 他也曾经做过多次调研 他认为 针对小药厂的整治 已经迫在眉睫 一点都不能耽误下去了 实际上真正造成污染严重的是 这帮直排的小厂 直接在排 对 甚至四股鸡蛋 对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一方面要抓大的 这个企业 同时也要对直排 这部分所谓的小企业 也得要进行这种 集中化的这种治理 而且这是重点 因为实际上 它的排放被污染的严重 虽然它排放的 总量看着不高 但实际上它的危害率 是我们经过治理之后 排放的大概是20倍到30倍 所以来讲的话 绝对不可小失这部分 在调查时 我们的记者曾多次试图采访 这家位于平顶山市 平梅集团六矿区西大门外 没有挂任何厂明或标志的企业 但是这家企业始终 大门紧闭 无法进入 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首份抗生素 耐药性的监测报告显示 目前全球正面临抗生素危机 由于农业和医疗上的抗生素滥用 耐药性细菌正在快速的增值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危机可能会更加突出 因为在我国 一方面是抗生素用量大 另一方面 有些地表水体已经成为抗生素的载体 最近的一份学术报告称 在对我国地表水的检测当中 已经发现了68种抗生素 浓度还都比较高 常济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副所长 多年从事环境保护研究工作 他告诉记者 制药企业的污染 应该说是几十年来都是存在的 确实触目惊心 比方说一些青梅兽的企业 周边的老百姓都不是这么高兴 因为我亲自去调营 就发现这些老企业 气味还是比较大 这个大气污染老民的形象已存在 水污染这一块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特别在中西部 情况也是不容易观的 常济文告诉我们 大气污染是最直接 可以直观感受到 而药厂的水污染则更为严重 那个是典型的地下水污染 特别在河南河北 还有其他一些缺水的地方 它这个污染污牌 会伸漏到地下之后 对地下水的污染 它将是长期的 特别是抗生素的污染 会影响这个生态平衡 对这个人体健康和生物健康 产生一些可能是长期的影响 譬如说我们这个小孩 喝了这个自来水 自来水里面有抗生素 那么对人体的免疫能力 是有很大的影响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 制药行业目前已被列为 重点监测的行业之一 2014年 废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40001家 其中医药制造企业有118家 约占2.9% 应该讲现在的药企的排污 是一个刚刚引起人们 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药企分布比较散 然后呢 它有它的一些特点 虽然呢 这个 这个 它占了GDP的3% 但它的实际上的污染 占到了6% 所以来讲是一个比较 污染很严重的一个产业 白云峰说 现在医药企业的排污 还是非常严重的 而这首先 就和医药行业的产出比有关 以维生素C为例 其产出率为14% 以此比率推算 全国2012年年产量20万吨 需要投入原辅料143万吨 除去转化为成品的20万吨 其余123万吨物料 都成为废弃物 并成为环境治理的负担 因此很多企业 出于成本的考虑 就会偷牌投放 现在掌握的都是 晚上8点到凌晨6点 偷偷摸摸的排放 这个是惯用手段 所以来讲 我觉得这里头也得考虑 从刚才讲的是技术层面 也得从经济层面考虑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 目前为止 对药企的限制 就是我们有个药品的 最低限价 使得我们的医药原料 就相对于来讲 大家都不愿意花这部分的成本 去做环保的治理 因为你投入很高 然后实际上你得到的效益很差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常继文则表示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 如果地方环保部门 真正的严格执法落到实处 相信这种偷牌的现象 会得到减少 以前有一个现象叫做 违法成本低 收法成本高 所以很多企业 在经济成本的考虑方面 前缘选择主动违法 不会选择主动去收法 很多企业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新环保法实施以后 违法成本会非常高 首先第一个 就是现在要求各地 要提高排污收费的标准 有的地方提高了 发到20倍 就是不敢去违法 而且如果说你是继续违法排污的话 甚至还有按日计法的手段 那是每天罚款多少 累计计算 那个数额是相当巨大的 制药属于高污染行业 而要让企业自己进行进化处理 和无污染排放 其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没有全时空监控 和限制排放的高压 企业是不太可能主动作为的 2014年6月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在八部委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目前偷排偷放 恶意排污行为仍时有发生 人情执法 协商执法 甚至执法犯法现象 依然存在 官方将对非法偷排 超标排放 逃避监测等违法行为出重拳 2015年 新的环境保护法出台 对偷排这样的环境违法行为 已经赋予了司法城市的利器 对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按日连续的罚款 这意味着非法偷排 超标排放 逃避检测等行为 违反的时间越久 罚款越多 同时对于某些充当保护伞的地方官员 新法也规定 领导干部虚报 谎报 瞒报污染情况 将会引咎辞职 面对重大的环境违法事件 地方政府分管领导 环保部门等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 将引咎辞职 治乱需用重点 希望这部新的法律 带给我们清洁的空气 和安全的生存环境 好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